我們感謝 我們現在太長了 有必的 好來 那大家好 我是Cinny 那我現在是在OCF工作打雜 那感謝歡迎大家來今天的 ConCon course OCF20U 目前現在的Wi-Fi是NTUOSC 密碼聽說待會會被拿掉 究竟什麼時候拿掉呢 大概你網路不能用的時候吧 好 那我們最前面呢 我會先介紹一下今天的活動規則 然後待會會傳麥克風下去 讓每個人有30秒的自我介紹 那接下來我們就後面有投稿 所以說我們會有一些票選議程 安排議程的活動 那今天的活動有四個場次 那分成上半節跟下半節 中間有30分鐘的休息 那大家就要注意一下時間 那最後有一個自由交流的時間 那也麻煩大家幫忙做一下場部之類 那我們晚上在 我有定位在前面的那個筷子餐廳 那如果有想要一起就是吃晚餐的 可以跟後面強哥報名或者跟我都行 我們兩個會統計一下人數 在黑板上簽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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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齁 待會開一張白報紙簽名就好 那今天所有的活動 如果你有打一些分享的話 那就是hashtag concon 全部都大寫 那想請問一下 第一次來參加concon的請舉手 太棒了 這樣我才可以接下去講 concon在2013年的時候 有就是第一次舉辦 那就由後面那兩位那麼無感的 強哥跟強哥 對 來就舉辦 因為當初真的是con 百花真名 那就是在想說有沒有一個活動 讓大家可以互相交流一下資訊 然後講一些秘訣 但是啊但是 後來就沒有什麼消息了 大家就想說 奇怪了 說好的concon呢 奇怪我想要講個秘訣 怎麼都沒有人在辦了 不好意思有人不小心跑到 然後左按去工作了 後來也沒有人接手 那現在就有一個新的想法 叫做concon course concon course是什麼意思呢 今天是concon course OCF 那就由OCF來hold這個活動 那其實下次也可以是concon course ccon 或ntuoc 或者是你今天要course行政組 那大家就專門來討論一些 跟行政組有關的議題 這也是一個不錯的想法 大概就是這樣也催生了這一次的活動 那究竟今天要來幹嘛呢 其實今天的議程活動會很仿效 那個bar camp的形式 那bar camp在香港有三個字 可以來講完這個活動的精神 就做來講學 那究竟什麼是來呢 我相信現場應該有些人是來自community 有些人來自conference籌備的團體 或者有些人你是跨群組的 那大家都會想要聽類似這些議程 然後想要去做交流 那我們就會很歡迎這樣 大家各位朋友來到這邊 那講可以講什麼 你可以個人分享 就像說你個人一個人站在前面 然後跟大家分享你之前的經驗 那我們更歡迎的是群組討論 有一個人開個頭 然後來請接下來下面的人一起把那一張藍圖完成 舉例來說 舉例來說 像說我們可以問說 OCF可以做什麼 那這個時候 大家可以想的角度是 OCF可以幫大家做什麼 或者是我可以幫OCF做什麼 這時候我們就有不同的idea 那大家可以到時候再來做分類 算是一個大家一起去討論 然後交流的活動 那講一下今天的規則 今天全部大家有看到喔 各地區都是用白報紙 通音機待會會收起來 今天強迫大家 工作坊手工日 那我們會後面有提供 柏槍那邊有提供白報紙跟便利貼 那我們也有請大家可以代筆 那就是讓大家是用討論的方式 用手寫方式來做紀錄 那預設是沒有投影機的 那現在就問大家 你投稿了沒 每個人大概可以有一到四個一層 那現在後面的稿量好像有一點點的稀疏 待會再開放五分鐘 歡迎大家趕快投稿 那我們議程如何出入呢 大家的背景牌上面應該都有一個 黃色的黃色的紙條 旁邊是藍色的點點 那大家就可以拿這個藍色的點點 在後面的投稿區去投稿你想要聽的議程 那什麼時候投稿呢 我們待會會先開放五分鐘 讓大家再次去投稿 那各位這時候你可以去想一下 你還有想要投稿什麼題目 那你也可以去看一下 別人投稿哪些題目 那等大家都投稿完畢之後 我們就會進行投票 那我們投票的規則 就依照博強論述 論述排議程法 那他又公布在他的FB上面 學也是今天最重要的一件事情 那今天所有的活動都會記錄在 黑配上面 beta.headfolder.org slash香港2015 那就麻煩各位有帶電腦的 如果你有空有閒的話 就幫我們做個紀錄 那這個黑配就是會希望說 未來也可以給各個 community或conference的朋友們 可以去做參考 那跟各位說聲抱歉的事情 也是我昨天在集會通知的時候 忘了跟大家講說要帶電腦 所以今天有帶電腦的朋友 就辛苦一點了謝謝 那 我們我們這邊同時會有六個場地 那六個四個時段六個場地 那會由博強做最後的安排 對四個時段六個場地 那我們很感謝就是台大開人社 那幫大家借了這個還不錯的場地 蠻空廣的可以讓大家同時進行討論 那也感謝就是conference的虛用物資 然後贊助了一些我們必備的文具 那也感謝志工朋友 以及13位有買啤酒券的朋友們 各位的啤酒已經準備在左邊的那個餐點區 應該是各位右手邊的餐點區 那很抱歉進來的時候沒先讓大家選一瓶 如果你很擔心你的那一瓶被喝掉的話 待會解散的時候記得趕快先去拿 不然就會先放在那邊 那我這啤酒券的用意其實是你自己喝一瓶 那你也請朋友一瓶 你可以直接拿起來請你的好朋友喝 你也可以放在那邊 讓大家可以自由 就是其他的朋友他可以自己去分享你的那一瓶 那另外這個活動是OCF所舉辦 那也要感謝我的老闆們 因為其實OCF人數太少 我們員工只有一位 其實我們不太會去主動的辦活動 那就謝謝他們的支持 然後讓我辦了一個我蠻想要試試看的活動 那謝謝他們之外 我們也蠻需要大家的鼓勵跟支持的 這邊有donate的網址 如果各位不妨可以捐助一下 謝謝 最後一件事情很重要 民生必須廁所站104教室 這邊是103教室 你的右手邊是104教室 104教室走出去之後你要左轉 然後你大概看到麥當勞的時候 他對面就是有廁所 那接下來就是自我介紹的時間 那每個人只有30秒鐘 那我們會快速傳遞麥克風下去 那你只要講一下你的稱呼 組織或單位或者你關心的事情 那就簡單的自我介紹 那就由我開始囉 好那大家好 我是Stinning 那我來自OCF 那我通常常出沒的有Costcap和MostTW 那我關心的事情是分享 好下一個 多休闌 我們快速啟動 我們快速啟動 在 Daar